平山文物镜是本港首条文物镜 在1993年12月12日开幕 位于元朗平山坑头村、坑尾村和上章围之间 长约一公里 沿着这条文物镜 可以欣赏到新界邓氏族人 于明代和清代期间兴建的几座中国传统建筑物 其中巨星楼据说有超过六百年历史 是本港现存的唯一古塔 具有十分珍贵的历史意义 相传这座塔是一座风水塔 可以庇佑邓氏子孙 巨星楼以青砖麻石砌成 塔身呈六角形 相传原本有五层或七层 后来因风雨侵蚀 现在只剩下三层 邓氏宗祖是邓氏家族的祖祖 是三晋两院式的建筑 至今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是本港最大的祠堂 宗祠的门前有数块方形的石板 记载了邓氏族人在清代所获得的功名 所以称为功名石 祠堂内除了有展板介绍邓氏家族的历史 正厅内更有孝地两块牌匾 显示他们重视孝道和手足之情的美德 上章围由居于平山坑头村的邓氏族人分支所建立 至今已有二百年历史 是平山文物静岩县唯一的围村 静庭书室是建筑华丽的书室 用青砖建造 以花岗石柱支撑 正门门框也以花岗条相成 书室于1870年落成 是族中子弟读书和祭祀的地方 书室楼上有一条通道 可以通往用作避暑和会客的青鼠轩 平山文物静沿途的建筑物 还有洪圣公 洋侯古庙 古井 和超过八百年历史的社坛等 真的令人眼界大开